皮雕創作是一面相当特殊的技术 中华美食館由现在开始 当出皮雕业与简美容与林乃珍 两位老师的皮雕业与創作 欢迎对皮雕业与皮这片有兴趣的乡亲 情来欣赏 皮的运用和寡划位是非常的看 减计是用性与創作性 这次在中华美食館所基盤的电纜当中 是用性与心理结合的創作 創作 这次专门的創作家简美容老师 为民国77年第一次接受皮雕製作料 就像皮雕业技术 应用在设计生产用品店馆 结合流行市场跟皮雕业技术 开創到现在市场没同样的流行技术方式 只是在創作的过程当中 也面对很多困难 尤其是在骨皮状上方便是特别困难 难度是在上颜色 因为你在上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把皮打湿 皮打湿以后上的颜色 跟干了以后的颜色会有所不同 所以变成是上颜色一定要经过 差不多五六天才能够订稿 这次的电浪现场 也将基盘交流互动 让更多人了解皮 多完胜到特别的水 欢迎国家爱好皮条约属的朋友 保护电浪期间全都观赏 新中华新闻白兵林 中华蔡宏德 中华新闻白兵林